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样能在篮球运动中有所作为 那么他们在NBA打拼究竟有多难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著名小个子球员小崇伯格斯 和NBA历史最高球员之一的波尔曾同对合影 巨大的身高差让人惊叹 和姚主席在上海合影 主席的腿都要长到伯格斯的胸部了 由于特殊的身高 小崇免不了在球场上被调侃 面对大鸟的摸头沙 伯格斯也只好默默忍受 虽然个子矮 但是他的防守仍然非常拼命 能够把神防到24秒为例 伯格斯已经做到了很多防守 大闸都做不到的事情 辗转多队 在NBA打拼14年 大多数时间面对这样的身材差距 实在太不容易了 再看1米65的伯伊金斯 在大瑶面前就是个弟弟啊 幻房面对大瑶 眼神流露出自然的恐惧 大瑶一看 这不就是相当于面前没人房吗 站在奥尼尔身边 就像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 1米75的内特罗宾逊 曾冒掉过大瑶 飞越霍华德的这一幕 也是经典 可见这些矮个子们都是身高不够 弹票来凑 小土豆微薄身高不足 170 同样击败人类电影金华 当选扣篮王 现役的著名矮个球员当属小托马斯 上赛季这一幕诺天王被打小托马斯 实在是让人忍俊不禁 在NBA赛场上他的大臂 还不如沾黄的小臂粗 站在野球场上 看上去也和咱们普通球友一样 但看看人家大学时的这个扣篮 结合一下曾经场均29分的表现 你就知道校对中锋 单挑是绝对打不过他的了 这么多成功的矮个子球员告诉我们 就算别人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 你只要专注于眼前的事情 努力提高自己 一样能在众人面前证明自己 大胆地走向球场吧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